周六在布宜诺斯艾丽丝的华人社区 春节提前到来了 当地不只华人 连同上千万的阿根廷民众一同庆祝 这也代表着农历新年的到来 而画面上成千上万的人 都共同来庆祝这一个在中国 东方国家代表着极为重大意义的庆典 其中代表着中国象征的舞龙 在阿根廷首都的人群中游行着 现场请到了中国艺术团进行专业的表演 现场请到了中国浙江省 中国艺术团的成员来为观众进行演出 虽然中国新年从2月16日才开始 但中国和阿根廷的社区 一同决定提前庆祝这个祭典 另外根据中国的生效 2018年将会是生效鼠狗的一年 新闻时日报记者吴康伟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